今天的金色水岸可能不一样 各式的一国风装扮纷纷出炉 将水岸点缀得热闹非凡 云南是为了宣传这个周六即将开始的 环境艺术节风采节活动 今天上午新北市在淡水举办了记者会 许多参与的社区成员盛装登场 要让世人来抢先体验活动精彩 我们淡水是一个四美之乡 我们有好山好水 我们的环境非常美丽 我们有三百多位艺术家在淡水 我们的市民对艺术非常的热爱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市民的参与 在这些艺术家的指导之下 让我们的城市的活力 能够通过这样的嘉年华彩节的游行 能够展现出来 我们今年的彩节是以世界在淡水的特色 我们有很多国家的一个发想 然后让大家的造型都走世界级的路线 就是很多国家 然后我们用各个国家不同的装扮 然后来站在淡水 然后延伸世界的一个国际观的 一个世界地球的观念 然后今年十月五号三点呢 我们就会正式开始 今年的彩节以世界经典为主题 呈现出早期淡水国际港口的特色 参与的队伍盛装登场 也让路过的游客惊呼连连 而许多参与的社区成员也都表示 辛苦了两个月制作道具 今天终于展现出了成果 也希望这个星期六下午 大家一定要到老街来捧场 我今年是用美人数 美人数为表题 我今年是从阿拉丁 我今年从阿拉丁都表题 所以我来一些老少咸女都很厚伴 所以我这回都八十几个月 八九十个月来参加 二三十个月 所以两三代都可以来参加 谢谢 我们民生社区今年是扮演荷兰的郁金香 那我们有很多的颜色很鲜艳 然后我们还有一棵大树 那上面有一个小屋 还有风车 那请大家10月5号来淡水 我们老街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演 就是大眼仔的那个小怪兽 因为今年的主题是环游世界嘛 那我们是世界以外的怪兽 所以我们今年选择大眼仔当我们今年的主题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道具都是 大人跟小孩自己亲手动手 就很符合我们好玩好学团 就是我们又玩得很开心 然后在这当中制作当中也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彩接队五金色水和小事身手之外 就连戏仔凡的演员也粉末登场演出精华片段 要来宣传这部淡水人演的淡水故事 环境艺术节从这个星期开始 每个周末都会有精彩的活动 也请民众千万别错过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